相信各位在這個地方 已經聽到很多 也感受很多 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時間太多時間 來講關於法理論述 跟關於台灣歷史或者宗教方面的問題 很少講經濟 剛剛我進來的時候 剛好秘書長在跟各位講這個經濟 經濟這個問題生的是非常困難 他講那個關於 中國的外匯存底 我們在社會上常常聽到很多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 非常正面的報導 什麼他有累積3兆多美元的外匯存底 他的經濟成長率非常的快速 等等等等 好像美國就要沒落了 好像美國就沒有明天了 好像中國就升 這個這個 已經起來了 然後他就變成非常進步的國家了 有嗎 差太遠了 有一次我在台北 跟一個 中國人 當然就是 就是中國流亡難民 他說不得了啦 這個中國的這個 人民幣 三 中國外匯存底 三兆多美元 美國已經給他比下去了 美國已經不行了 中國已經很強大了 我說 那個三兆多的外匯存底 美元 是垃圾 我說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一個國家的強大 或者不強大 不在於他有多少外匯存底 在於他的生產力 生產力 什麼是生產力 生產力說 一個人 在整個這個 一年之間 一年之間 他的生產的 所謂的國民生草 毛鵝 或者在同樣一段時間 他利用所有的資本 土地 還有其他的這個各種生產財 所能夠生產出來的東西的價值 我說 美國 日本 德國 或者英國 那些先進國家 他有一些研發 研發出來的東西 他是關鍵性的零組件 或者關鍵性的產品 然後呢 委託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去生產 生產出來的東西賣100塊的時候 中國人只有拿一塊錢 那是加工的工錢 其他99塊 是美國的日本的 那麼 誰才是強大的國家 這很明顯 你有那麼多外匯存體是沒有用的 你要有生產力 你要很高超的生產力 你能夠創造什麼 創造人家所沒有的東西 那些創造力出來的 所以創造力比什麼都重要 研發創新 這個國家的工業 才會科技才會蒸蒸日上 才是強的國家 強大的國家 我們看 20世紀大戰之前的德國 日本 還有戰後美國 那種工業發展的快速 超過中國 太多太多了 所以 只用簡單的數字說 他因為他的 國民所得 已經超過日本的 是全世界第2 已經很強了 但是呢 分給13億人口的時候 他變成 全世界裡面變窮的國家 國民所得還不到4千塊 平均美人 就是income per capita 還不到4千塊 那我們台灣當然 我們在9596年的時候 超過1萬 到現在 還沒有到2萬 這是一個問題的 非常嚴重的地方 整個 台灣的經濟 在這十幾年來 並沒有 長處的進步 這是我們認為非常 具有隱憂的地方 值得我們來擔心的地方 為什麼台灣現在是這個樣子 主要是 資金的外流 叫做 從1980年 因為 這個中英香港條款 以後 資金就不斷的 從台灣 流落海外 1984年 中英香港條款 確定 1997年 要還給 這個 香港 這個英國要把香港還給中國的時候呢 大概 一個明顯的 一波 台灣的資金逃亡 就是叫做 capped flight 這個我們的 資本 離開台灣 逃離台灣 所以我常常在 談經濟的時候呢 警告 這個政府當局 不管是 李登輝時代啊 陳水扁時代啊 我一直 高聲疾呼 一定要注意什麼 資金外流這個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阿根廷在1945年 他在1935年代的時候呢 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國民捨得比 美國來的高 外流存體是全世界第一的 但是在1945年的時候呢 因為 Pelong執政 是軍人執政啊 經濟搞不好 結果呢 資本家就離開阿根廷了 到歐洲 到美國去 這樣30年下來到1975年30年下來 整個阿根廷就變成非常窮 負債到多少 1970年代 1970年代末期 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 明不了身 那台灣如果從1980到現在 也是30年資金外流 還能夠撐得住啊 那代表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忍耐非常的勤勞 但是目前 今天 因為我要寫一篇這個經濟的這個 評論 我就在翻在那個樓下 早上來再翻那個自由時報那些報紙 看了一篇文章 寫說 失業潮 很可能在明年的第二季 大量的出現 目前 然後會發佈 無薪假是5000人 一個學者 辛秉隆 當然是 跟我太太是同事的 他講他是勞動力的專家 勞動經濟學的專家 他說啊 電信公會 這個公會 那個統計是36000個 五薪假 但是所有中小企業有五薪假的 沒有 進出這個統計的這個資料裡面 假定加上中小企業的這個統計 大概有4萬人以上是無薪假目前 那為什麼現在好像還可以 最近好像還可以撐下去呢 因為泰國 泰國的這個水災 讓很多 到泰國 到泰國去的這個訂單 轉到台灣來 還好 有這個泰國 轉單到這個地方 還有日本早期在商業的時候 因為 這個 核災跟震災 地震災害跟 Dunami的災害 那個有很多轉單到台灣來 台灣就靠這個 這樣的幸運 然後呢 讓這五薪假才能夠 維持在 4萬左右這樣的情形 但是我們知道 馬政府是怎麼樣 粉飾太平 粉飾太平 今年的嚴重性嚴重到什麼 除非 除了說這個失業率在增加以外呢 我們都知道 這個股票一直漲不上來 從跌破8000年下來以後呢 上去就下來 上去就下來 所以如果各位啊 有在做股票的話 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因為明年的經濟會更嚴 更嚴苛 整個明年經濟會更嚴苛 房地產 已經超過百萬戶的空污啊 在2005年的時候我預計 會有一個超強的一波 房地產的熱 房地產的這個高潮 然後房地產價格會 一直漲上來 但是漲到今年已經在停住在那個地方 我們知道 這個 上海的那個房地產價格已經跌得 很兇 撐不住了 台灣呢如果下一波 如果再來一次的這個房地產泡沫化 跌下來的時候 恐怕 再來就是一個信用的破產 信用的擠壓 就是回到過去2000年左右的那個 那個credit crunch 就是信用擠壓的現象 讓很多企業 中小企業 沒有辦法承受下去 就需要大賣房地產 加上在中國的台商 現在目前他們能夠維持下去 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因為中國的經濟也是撐不住 所以呢 如果 手上有股票的 盡量換成現金 如果有太多房地產 也是要換成現金 找一個避風港 等待 明年過後 或是後年過後 整個穩定下來 再進行各項的投資 這是我的觀察 早先啊 早先 我們覺得說 這個問題當然 我們只有少數的這個 精英在這個地方 而是不太談這個 經濟 但我想 這個經濟問題跟政治問題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馬政府以為 他簽了ECFA以後 整個台灣的經濟就會帶上來 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太太 目前在寫一個 關於ECFA 簽訂到現在以來 為什麼台灣經濟 爬不起來 經常跟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常常覺得說 本土台灣人是非常的可憐 ECFA簽了以後呢 這個手的分配 國家 商業有很大的差距 大幅度的差距 因為 某些廠業它是得到好處了 所以他賺很多錢 但是有些 產業他是摔漏下去的 很多人就失業了 那手的就減少了 那手的差距就 嚴重的擴大 這問題要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假定真的有辦選舉的話 對馬漾九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 所以我們好在我們在這方面一直都是 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狀態 所以呢我們目前當然是沒有介入 不可能介入這個經濟決策 一旦我們介入經濟決策的時候 我們如果掌握政權的時候 我們會等個大翻轉 我們未來整個大翻轉 就是我們一定要重視農業 農業可以吸納眾多眾多的就業人數 所以在我們的假定說我們在掌握政權以後 我們整個的這個產業政策 不會忘記應該有的這個科技的發展 關鍵性零組件或者是材料科技 設計方面的這個發展 來創新研發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把農業的基礎打好 農業跟農村是一個整個國家文化 或者國家政治命脈之首席 中華民國到台灣來 長期六十幾年來都在犧牲農業 不管是平地的農業或者是高山的農業 都在犧牲農業部門來成全什麼工業發展 成全工業發展然後來輔佐什麼財團 大企業犧牲農民 這樣一個策略這樣一個政策是絕對錯誤的 所以讓我們整個農村的這個經濟或者文化幾乎破產 我常常回到鄉下去工作 每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一定要回去一趟 那看到很多農地都荒輝都在漲草 覺得非常可惜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工作呢 因為無力可圖 你做了做的越多虧越多 乾脆就不做了 所以讓他漲草 反正這個這些年來從1976年1987年以後呢 農地已經不再課田賦了 不再課農業土地稅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那好了反正不課稅 我就讓他漲草反正無所謂 生活怎麼來就靠子女在外面賺的錢 還有所謂的那個農民的老農年輕 六千塊一個人六千塊 兩夫婦就一萬兩千塊 再上下種一點菜那就可以過生活 或者子女拿一點錢回來就可以過生活 是這樣子的 但是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我們希望我們那一天禮拜天 我們有幾個童心就跑到那個中壢 再過去那個平鎮一個福田農場 去看他的有機農業 他只有五分地就足以養活全家 甚至賺了很多錢種有機的農產品 然後呢發展到五公頃的 還有五公頃的那個房這個這個農地呢 他是蓋了一個廠房一樣的 然後一層一層的種什麼 種那個什麼牧樹不是牧樹牙 是那個牙豆牙菜 我們這個在吃那個 那個 all you can eat 250塊吃到把 或者199吃到把那個 裡面有很多生菜裡面一種 那種豌豆芽 豌豆苗 就福田農場 他五公頃 如果是搭一個架棚的時候呢 搭棚架的時候 可以搭三層 他就變成15公頃 搭五層的時候就變成25公頃 這樣在種耶 而且行銷 不是只有在台灣 行銷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 Copy這樣的經驗 在其他地方呢 因為農村農民 他不是沒有這個腦筋 沒有資金啊 我們的農業資金並沒有說 利用在這樣一個地方去發展 所以我們將來 農業的發展要學習日本 只有三分地沒關係 三分地你可以把它變成 一角五分地 五層種植 點燈就可以種植 種植類似豌豆苗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什麼 需要Capital 我們說的資金 所以整個台灣的這個未來 應該是非常光明的 我們相信秘書長講的是沒有錯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假定你產業政策是正確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很好的工作 每一個人生產率都是加倍的 如果你現在賺的是2萬塊 將來就4萬塊 甚至一直增加到8萬塊 16萬塊這樣子這麼多 所以整個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但是問題在什麼 在政治的改革 所以我們強調什麼 我們一定要把中華民國 要美國來把它驅逐促進 早日離開台灣 讓我們自己來管理自己 讓我們的發展自己的產業 做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把整個台灣建設起來 今天我們需要大量的人才 來一起來建設台灣 不但在農業方面建設 在公共財在政府部門裡面 我們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才 大家一起來 有的需要做公務員 有的需要這個 比如說在交通建設方面 有的在教育建設方面 在文化建設方面 在社會建設方面 等等等等都需要一等一的人才 大家一條心 共同的目標 就是要讓台灣變成什麼 東方的瑞士 我常常講不是只有東方瑞士 我去紐西蘭看 我去紐西蘭開會 南島北島這樣走透透 當然不是說每一個角落都走 在十天裡面呢 南島北島都去玩過去看過 整個紐西蘭就是怎麼樣漂亮 就是這麼乾淨 海邊沒有這個什麼垃圾 海邊我去兩邊的海邊都沒有看到垃圾 也沒有魚腥味 所以奧克蘭首都一百萬人口 他的沙灘是非常乾淨的 從來沒有看過垃圾 沒有看過一張這個紙頭 還有這個他們的農業經營 都是有機回料 全國沒有一個化學回料工廠 全國沒有一個化學農藥工廠 就是這樣 都是有機生產 乾淨到這種程度 我非常羨慕 我跟紐西蘭朋友說 哇你們怎麼會做到這種程度呢 我很羨慕 他們說你們台灣五十年前也是一樣 五十年前的台灣 在我小時候 我們的家門前的這個稻田 稻田外面的河溝 有魚有蝦有蠟 花河 鳩 這樣的豐富的這種 這種漁產或者是蠟產以外的這些 這些動物 我們都可以拿來變成食物的來源 結果呢經過什麼 經過這五十年的發展 整個都不見 整個都不見 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們將來希望說再過 只要我們掌握政權 再過二十年三十年 這些東西都可以富裕 環境都可以改善 環境污染都可以去除 然後呢我們的海岸也是乾淨的 我們的山區也是乾淨的 我們河川也是乾淨的 我們的到處哪個地方 哪一個角落都是可以比你扭西南 到這種程度 那我們變成一個非常快樂 而可愛的國家 我們寄望早日實現這樣一天 所以今天非常感動就是說 有這麼多我們的牧師牧者 是我們的心靈的導師 都來參加法理建國會 法理建國學院 第二十屆的這個沿西營 我們希望把這樣一個願景 期望能夠 落實出來 那你就需要所有 我們在座各位的牧師牧者 協助我們幫助我們民政府 在各地傳播這個福音 讓每一個我們的同胞 兄弟都知道 我們的責任 今天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歷史的關鍵的時刻 需要每一個人覺醒 需要每一個人站出來 為台灣出一口力 出一口氣 大家一起來打拼 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因為今天 秘書長說 我們大部分的這個 學院都來自台灣各地 特別是南部很遠 所以呢我們今天會提早 結束我們的這個課程 然後在這個地方拍照 好像現在沒有下雨了 沒有下雨 那我們就把椅子搬上來 然後搬好之後 我們就到樓下先拍照 再整理每一個人的東西 趕快回到 各位這個甜蜜的家庭裡面去 那我就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的參加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主義 謝謝謝謝 ran jun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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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